比特币还会继续往上吗? 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 请随我看下去 科币托Cross Bybit交易大赛 目前已经有358位观众报名 奖池累积到达7500USDT 我们只差那142个人 我们就可以到达下一个level 也就是总奖池1万USDT 这1万USDT全部都是可以被 以提现的方式领走的 它并不是体验金 报名完全免费 而且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 如果说你要报名的话 非常欢迎大家可以点击 我影片下方的 科币托Bybit交易赛 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个Bybit账号的话 Bybit是我用过 无论从挂单深度 顺滑体验 交易界面 都是我用过最好的交易所 没有之一 下方还有更多头部顶尖交易所 我保证是全网 返还比例最高的交易注册链接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比赛币在4小时的盘面 那我们一样先强调出这个通道 这个通道的话呢 你可以发现它接触点非常多 而且它往上往下 它的有效性都是不差的 对吧 那如果说我们又往上的话 很有可能会再重新测试到 我们整个向上 微微倾斜向上 震荡往上走的通道的上缘 可能是26,000左右 这个位置 好 那如果说我们去切晓周期一点的话 我们把这个图呢 我们只关注右半边的部分 那其实你可以发现 我们已经是第三次来到24,000左右的压力位了 那你可以发现我们前两次 它都是受到了回绝 那第一次回落的幅度比较大 那第二次呢 回落的幅度小了 这个其实是在此处的压力 它的供应 有慢慢衰竭的信号 那当我们现在 它已经又第三次碰触到的时候 我们非常非常有可能在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 它就会把这个前一个高点给突破掉 不过我是并不看好它 往上突破后 能走出多远的趋势 我看好它会突破 但是我不看好 它突破过后能走的多远 那这个原因 其实我们在之前的影片当中 有提过非常多次了 那这个杯柄形态值不值得操作呢 如果说你是在底部 就已经有开好多单的朋友的话 那其实 多单在此时呢 没什么平仓的理由 非常值得你再多拿一拿 但如果说是 像我 之前没有开场 然后现在想追 追进去的话 那其实已经不太适合了 OK 已经不太适合了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以太坊的部分 其实以太坊它走的 比比特币要来的强势一点 而且它已经来到了 我们前一个 核心的压力位 对吧 核心的压力位的下源 它已经有小小的 把它突破过了 不过我们前期要在此处震荡的时间 也有一定的距离 我们可以稍微量一下 大概是一个月 对吧 没错一个月 那这一个月的距离呢 它 它最有效的压力位 大概就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2160 OK 2160的这个位置 那2160呢 我不认为它是可以再回去的 不认为它是可以再回去 为什么呢 因为像我们这在一波下跌的趋势嘛 那这个箱体它肯定是个中继咯 那既然这是个中继箱体 它一旦跌破过后 它就不应该再被以任何形式触碰到它前一个高点 而且你可以发现我们在此处突破的量能 它是有递减的情况 OK 你可以发现我们在此处呢 我们这是第一波嘛 对吧 第二波 它的涨幅缩小了 第三波 它的涨幅又更弱了 那再来我们看量能 第一波的话量能十分充沛 第二波有稍微递减的状况 那第三波呢 它已经慢慢在衰弱了 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看到MACD的话 它很有可能出现背离 也就是 当然哦 呃 此处的话呢 是没有显示出来的 不过它上涨的这个波段是有减弱的 第一个你可以从它上涨的长度 那第二个呢 量能 第三个我们用一个更明白更了当的方式 就是你可以发现它在此处出现了一个比较看空的上升斜行 也就是上涨它慢慢乏力的信号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持有多端的朋友 它跌破这里 跌破 我们形态的下缘的话 那可以考虑来 离场 而且我们已经也到达了我们前一个很重要的压力位了 非常感谢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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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